你好 欢迎收看12月24号的台湾大新闻 我是陈慧玲 新北市卫生局开发行动机查医化系统 机查员着透过随身携带的电脑系统 举凡是违规拍照纯正 业者访谈签名 又或者是列印机查记录 全都一直搞定 并且可以将现场机查结果 马上的传输回送卫生局 而这套系统在24号 由局长向副市长侯友宜示范也大获肯定 卫生机查案件数字 一百年的四万五千件 攀升至一百零三年的六万六千件 增幅高达百分之四十七 但以往现场机查都仰赖资本 且后续资料更需人力汇整建制 今天24号发表的这套行动机查 医化系统 让机查员运用行动化设备 在现场就可以完成机查记录建档 改善现场手写 以及后续人工资料建制的繁琐程序 并强化案件的管控 所谓的动态就是你要有行动要有力量 所谓行动除了说机查是一种行动 以外后面的管理也是一种行动 那前端的机查跟后面的管理 是要结合才对外 卫生局除了在市府建制跨局处 联合机查机制以外 也超落13级品管的方向迈进 并进行全国首波专案查核辅导计划 另外也导入追溯追踪概念建制 新北市食材登陆平台 辅导业者自主登陆及通过卫生平和 建立食品安全管控机制 为食品安全加分 时间上可以缩短到原来的四分地到五分地的时间 那这个整个概念的发想 其实从过去我们在台北市的时候 新北市这边跟中央我们这个密切的沟通 把所有的动态检查 不需要这边卫生检查 但是需要所有的食品团队 食品安全的 尤其卫生这个部分的安全 一定所有的动态去潜移处理 近年来重大食安评传 不论是塑画剂搜罗金或是最近的油品案件 都影响社会名声盛据 行动机查异化系统 机查员只要透过随身携带的电脑系统 取凡违规拍照存证 业者访谈签名 列印机查记录全部一直搞定 必可加现场的机查结果立即传输回送卫生局 巨幅提升机查效率 杰凤强市府长报道